一螺线管置于固定金属板的正上方 一小段距离处 螺线管通有电流I 电流方向如右图所示 下列哪些情况可使金属板产生 逆时针方向的感应窝电流 螺线管的电流方向如箭头方向所示 那么根据右手定则 我们可以判断出管内的磁场是向下 所以磁力线也是向下 那么在螺线管的正下方 它的磁力线 它产生的磁力线也是向下 那么下面这块金属板 可以看作是很多个封闭的线圈所组成 每一个封闭的线圈产生的感应电流的方向 如果是逆时针的方向的话 我们一样用右手定则 这个感应电流的方向是逆时针的话 那它产生的新磁场是向上 那么新磁场跟原磁场的方向相反 那代表原磁场 向下的原磁场是正在往下增加 那这原磁场的磁力线往下增加的话 有两种情形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第一个就是这个电流I变大 第二个是这个线圈往下移动 那我们来看到A到E这五个选项 只有B选项 它说螺线管如果不动的话 那电流逐渐增大 这是允许的 是可以产生这个效果的 还有株选项 如果电流不变 但是螺线管垂直向下移动 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答案的 就是B跟株选项 有关于株选项